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对 而且我们有香港专家在 对 咱们说起这个很多香港的女明星 经常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大刘 这个大刘呢叫刘鸾雄 刘鸾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我首先又一次见到她呢 是这个提到她是这个曾因权 说曾因权不是搭这个富豪的游艇啊 还是私人飞机 好像其中就有这个刘鸾雄的这个名字 当然要说对刘鸾雄的家是掌握的最深的 那还是嘉辉多年来的这个 对 因为我们香港人啊 而且从小看她的新闻 她的深入民间啊 深得民心到什么地步 这阵子不是很多她的新闻吗 这几个月来啊 我有同学在中学教书啊 不是都要学生讲一下她未来志愿吗 好多男生说我要做大流 未来的梦想不是当特首啊 是要成为她 因为我们从小看到新闻 刚开始看 当然是跟金庸有关啊 不是武侠小说的一个哈 财务啊 要股票炒股票 它被称为什么 骨坛追击手 骨坛狙击手 专门能够看到你 然后收购你 而且恶性收购 收购你的企业在拆散等等 所以要我说就没那金刚钻 不懒的瓷器活 你说我想学大流 最后只能学成大流氓 但是有意思啊 她有老婆 也是有已故的太太 有这个女友 那个女友 但是呢 在相当一部分香港人的价值观里 目前看来 有一个女朋友 算是独占袄头 近占风光 你看因为 因为我最近发现她身体不行了 这个大流啊 都是瘦成那样掺着出来 这个66岁 她的这个 就是最新的妻子啊 陈凯运 香港人都很亲切的叫她甘比 说香港富豪刘兰雄 在给了甘比一份情人节大礼后 又再次将旗下公司半数股权 转让于她 华人之夜 3月1号收盘后突然公布 由于大流健康状况极为不稳 需要在她有生之年进行重组 这有点安排后世的这个意思 是吧 然后呢 把她持有的这个 74.99%的华人之夜股份 全部转让给长子 和带未成年子女 持有资产的妻子 这个陈凯运 就是这个甘比 其中陈凯运获得50.02%的股权 就是半数啊 半数啊 然后呢 这个甘比呢 现在就成了 包括甘比的姐妹 都成为执行董事 甘比现在一举应该能够 继身香港十大富豪榜 此次股权转让之后 甘比已近454亿港元的身家 已经超过了排名第十的 玩具大王蔡志明 继身进入香港十大富豪榜 而且重点 而且是女首富 而且重点 还年轻 你想象未来 看的点都够文物医 未来刘先生总会过去嘛 听说生病很严重 你想象一个不算老的哈 大概四十岁出头的女人 拥有那么多钱 后面就可以很多故事 所以倒过来嘛 以前还记得寝城纪念吗 范柳园白刘书吗 战争什么哈 范柳园就说 我死在我里怎么办 范柳园就说 你死了 我的故事就完了 我死了 你的故事还多 刚刚开始 现在倒过来嘛 假如男的去了 那个女的故事后面就多了 但我很好奇 就是男生看到这种新闻 有什么感觉 像我就不会 像你们就会觉得说 哇 怎么这么好 然后这个女生就有无限的羡慕 觉得太好了 就是未来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是这样吗 像我就觉得还好 我觉得她就是 照顾她这么多年 然后生了小孩 感觉也没有 你觉得这是她应得的 我觉得这是应得的啊 我觉得这是她应该得到的 你看她牺牲了自己的工作 对吧 然后照顾一个生病的人 然后还要不断的 就是在媒体本身曝光 我觉得一定有她 很辛苦的一面 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那你欣赏她这种人生的道路吗 当然欣赏啊 结果还是欣赏 但是我经常说 我觉得这是她的选择 因为她原本也是 她原本也是个媒体的记者 她真的是因为去采访的时候 就是跟她面对面的时候 就开玩笑说 我可以摸一下你脸上那个痣 还是那个痣的时候 是因为这个样子两个人才开启了 就是对话跟罗曼史的开始 她本来是采访她的记者 对她原本是一个媒体记者 然后在采访她的时候 就跟她开玩笑说 我可以摸一下脸上的痣 然后两个人才开始有火花的 那就是那首歌是不是这么唱的 什么你脸上的痣 什么在心里 是吧 不是 我跟你讲 我现在不是三八妇女节了吗 我就要接受妇女的再教育 对吧 像我们这种直男言 所以我就老看这些个 就是女性意识很强的作者 她们写的很多公众号 慢慢的呢 我也要学习人家的这个价值观 什么叫先进的世界观了 我就发现大陆好多女作家 她们写的公众号里 一般讲起刘兰雄的事 都是一种鄙夷不屑 就是有的人发表出来的观点 就是你看 这就是香港女人的这种价值观 是吧 在香港八卦周刊上 整天就是这种争产 包括澳门某某首富 大老婆小老婆 甚至前两年 我看有个女性公众号在这写 说如果说什么何鸿燊 或者说当年的是谁啊 霍家还是谁家 我不知道是吧 如果说她们的这个这个问题 大老婆小老婆 还是跟什么1971年之前 香港有一个叫大清律例 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个纳妾的 对对对对 对吧 我不知道现在还在搞这些 就是有些女作家 这个愤愤不平 就是说 就说大陆的 甚至有些女作家说 大陆的风气 我看导演与港澳 就港澳这种搞一堆女人 女明星就在他们身边 争同争 但我觉得刘婉雄这案子呢 不大算是 就是比如说你有大房 二房 三房 或者什么之类 他是交女朋友 他一次是一个女朋友的 他是分了一个才下一个吧 他们都合法 就说他并没有违反说 这个女权作家认为说 这个是纳妾 或者什么 这个是有大 这女权作家也没到说 什么结婚不结婚 他指的就是说 你看八卦杂志上 港台港澳的八卦杂志上 一般都是这种标题 就是大婆在哪了 小三在哪了 情人在哪了 他给了一栋房子给他 他给了一辆车给他 而且这个戏码频频上演 说你看看 他病了 他住院 那个女朋友 连看都不去看一趟 或者说是大婆都不去看 都是这个女朋友 衣不解带 在这喂汤喂水 可不吗 要把钱封给他了 哎呦 我觉得香港人好热闹 没有人家 你要这样看 任何事情都是一个组合 里面你要找哪一点切入都可以 像你刚问我 对于大牛在香港的形象 假如要用一句话总结说 他是好多好多人心中 不管男女 心中瞧不起 可是要很想成为的一种人 怎么讲 第一个有钱 有无数的钱 第二个粗豪 甚至有粗暴 非常粗暴了 反正说骂 比方说他被任何 不是只有他骂人 往往是说他跟别人吵架 跟女的 可能是女朋友在背后 讲了一些什么话 然后他可以 不会说 安静不讲话 就跳出来反骂 甚至登报主来骂你 这是非常的放肆 当然也有他 不管你称为风流 还是下流的等等 这是炸局官 好多人瞧不起 可是都想做 非常痛快 非常放肆 就是我们 好多人 看电影都说 对啊 那种人就是我们 很希望成为的 可是要非常不缺的人 比方说他会骂人 每一次登广告 都跟他老婆对骂 你看这一次 在几个月以前 他的新闻 因为他跟甘比的 前面那个女朋友 骂嘛 骂人骂去 其实更早是20年前 20年前的事 你知道吗 他前妻保永勤 其实你刚说 他跟甘比是访问的时候 认识 他前妻也是 那时候好像已经离婚了 他前妻接受一个香港 当时非常著名的男DJ 电台节目访谈 比方说文涛 李队爷文涛 你想象一下那个镜头 这里好久以前 工作过的香港电台 是香港电台吗 忘了忘了 好像是另外一个电台 新城 反正对着一个麦克风 两个人拭目交头 那火花就来了 火花四射 访问完了 做了两个钟头的 深夜谈心节目了 之后就拍拖了 他们是这样开始了 后来闹得不可开交 什么姓的 房中的事情 都弄出来什么 然后那个男的 跳出来 大柳啊 跳出来 保护他前妻 骂那个男人 所以嘴巴干净点 不然我给你好看 什么什么 那时候才真的是热闹的新闻 这是大家好像觉得 我好像没什么修养 可是又觉得放肆 他是一个很复杂 很暧昧的人物 每个时代都有些人物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不在乎 把家事这么公开在报纸上 前一阵 就跟你说的以前的以前的那个女友 登报发生启示 说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什么关系了 他在外面胡说 结果那个女的我发现也挺有意思 就是好好好 你说什么都好 你不要气坏了身体 但我觉得有时候是 因为他们如果不知 这我觉得是因为 这现在媒体就是 你自己不说 我也会帮你编故事啊 所以你还不如直接说 那你也没有挑战的空间 对吧 就是我先把话都讲出来了 那你们就无法在节外 甚至去编造一个故事 这个香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嗆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之后 过去你像我跟文道 我们聊就说 说这个香港的这个八卦媒体 它反映的是香港市民 或者相当一部分香港市民的价值观 说这是一种什么价值观呢 后来哎呦 你这就想来想去啊 我就我就觉得 我在二十年前 这说明我在女性这个妇女教育下 我真是思想 在成长中 我二十年 我挺二十年前 我很爱看这些东西 我看得嘎嘎大笑 但是你看 我现在才看到 我就觉得有点烦了 就是因为你不进步 你知道吗 香港这些小市民的这种价值观 就是你知道吗 就跟大陆也有 内地也有 很多这胡同里的大妈的那种价值观 就是说 我当年觉得还挺娱乐的 可是今天再这么搞啊 我就知道烦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比如我那天看 哎呦 香港可能有个女明星 人家就姓狗 那个那个狗浅的狗 你看他做这种标题 就是说 哎呦 有一个男的跟他在一起 在什么地方 两个人可能结伴出去玩了 故意用那个标题 这个男的可能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喂狗 就在大字标题 印在上面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 这说明我是不是已经有洁癖了 我现在在看这种 我说你都有点抽 但有时候话 就是那种标题 你看我们现在在微信上 或有些推号或新闻的时候 这么多新闻 你常常也是因为标题 这样你才会点进去看 对吧 我现在意识到 这是某种奴才 你知道吗 就是我现在看到 有些香港的这个八卦 就看这个标题啊 我就我就假想 你出这个标题的那个小编呢 他那个嘴脸呢 我倒觉得像是一种奴才的嘴脸 你怎么就是那种 哎呦 你看他呀 分离产了 呦 你看他 你看他 他对他好 你看你包括有的 我跟你讲 有的公众号就开始写 为何是干笔啊 搞定了刘兰雄 什么神经百战的刘兰雄 然后呢 你别说 他说的可能也都是实话 更气人 对吧 说究极原因 不过是以下几点 第一 无可 无人可比的隐忍姿态 第二 吕立军 不是 第二是低调 他相比之下 说那个以前的那个吕立军 总是太高调 老是对外宣传说 刘兰雄是他老公 你看人家干笔 永远隐忍 永远这个低调啊 不争不强 不吵不闹 以照顾孩子和大刘为己愿 第三呢 给人一种不贪慕虚荣的假象 他也有点用假象 第四呢 搞定婆婆最重要 第五呢 不能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分量 哎 等等 就是不争不抢嘛 然后 说这还引用 大刘 曾经对媒体说 有的女人 有了钱 就新扬 想搞事 如果是他不高兴 就是值得他某一个女朋友 如果他不高兴 大不了 就离开 甚至之外 除此之外 刘还曾经对这个吕啊 展开停止信用卡 封锁经济的行动 啊 更对传媒表示 就算他磕100个头道歉 也于是无补 这恰好给了甘比上位的机会 你看就这种 有没有这种段是大家猜嘛 推断嘛 我先说甘比 再讲香港媒体 因为甘比这个事情不难理解啊 因为人跟人啊 不管男女还是什么人 时间很重要嘛 有人相逢很晚 有人相逢很早 对不对 假如甘比太早出现在大刘身上 生命里面 可能他看也不看他 他时候大刘还年轻 对啊 对不对 还在浪 你们说什么刀口浪尖 刀口浪尖 对 刀尖 刀口他牵斜 对 反正就在那个高峰上面 对不对 那那那那后来不一样啊 甘比出现在他后面啊 他可能甘比 我们都是凭这样看着 他的那种能干 那种本领陪在他旁边 他不是陪着一个青壮年的榴莲熊 他是陪着一个老去的榴莲熊 可 所以他就需要那种人了 而且别忘记 现在榴莲熊要甘比不表示他只要甘比 对不对 他一生经过这么多的 多的风风火火 对不对 那所以口味可能不一样啊 现在不是探讨为什么只有甘比能够搞定榴莲熊 应该是说甘比 为什么甘比在这个时候 能够拿到榴莲熊的财产 就是因为这是这个时候的榴莲熊 因为他是甘比 他可能是阿甘和甘比的合体 比较有容忍力 但我觉得就像时机点也对 而且我觉得总是可能两个人经过了 你看他隐忍这么久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的 也不会对媒体说话 但等了这么久 然后真正的就是 可能我觉得日久见人性也有差别吧 相比于那种动不动就要在媒体骂街 无论是女朋友或是前妻这样的态度 可能会觉得说最后还是要找一个陪伴的人 我今天发现 就是说人与人之间 不同三观不同的人之间 从来没有过这样彼此的隔阂 就是你比如说 咱们今天经常讲一个语境 我知道在有些女性的语境当中 讲起这一类的事情 那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 因为在所谓自立自强自爱 五字方针的那些女的看起来 就什么一个女的这么争 男人最后分她一个什么财产 就觉得这是什么地方 多百几百前楼年间的社会了 但是呢 我就说人生是非常具体的 在人家具体的这个家族里面 我觉得那种恩恩怨怨的 好像又是外人 你很难凭一个观念去评价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 跟我们同工同酬 自己打工挣钱 至今也没碰见过大刘 你作为这么一个女的 你骨子里你会瞧不起 我觉得要看她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 如果今天她今天贪图的出发点 比如说有些人她出发点 就说我这人是一辈子 一定要嫁小开嫁富豪 那我就觉得是不可取的 因为你的 你跟她的感情是建立在金钱 还有得到生活安逸上 但是你今天爱着这个人 她刚好有钱 那是她家刚好有钱 那这跟我是不是独立自主 是不是同工同酬自己赚钱 那是两回事 可能有些女的就会觉得 照现在比较先进的观点来说 你这个帮你负担了家里 给你一个男人 对吧 在外这个申请百战的男人 给你提供了安慰 在背后支持了你的工作 这本身就是我应得的收益 我就像有人说 家庭主妇也有工资的呀 有工资就能分你一半财产了 对吧 就我为这个家庭做的贡献 实际上公平来说 值你一半的财产 但是可能有些女的来说 说这个东西到底摆脱不了一个 男人是皇帝 然后女人是被给予的 就是最后要看男人的意思 根据论功欣赏 这个女的对我很好 这个女的出轨了 那个女的什么 最后呢 好像我觉得很多女的不愤的 就是说 为什么直到今天 这个女人好像还处在一种 被男人施舍 恩赐 给予论功欣赏 这么一个地位 她就不愤了 没有你这问题可以倒过来看嘛 当然女权分子 有她的观点 我们读过都懂 可是你倒过来看是说 同样的问题 应该还有第二个问题 是说 为什么当男人要施舍 恩赐等等的时候 有人会双手伸出来接呢 我也接 女人施舍 给我也接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 而且有时候反过来 只有我今天是比如说 她是女首富 她今天说 OK老公你不要去外面赚钱 然后你在家里帮我 就是照顾我的生活 我就是生活白痴 但我很会赚钱 那我每个月打生活费给你 男生会觉得自己也很没有尊严吗 那当然 我告诉你 说起来 先说刘连雄的前辞 宝永晴 我刚故事还没讲完 她不是跟那个男DJ吗 月恋吗 等等等等 后来呢 那个女的也很有钱 离婚也是分了好多好多钱 几百亿以上 结果后来那个女的也去世了 跟她谈恋爱 那个男DJ 现在住哪里 住在公屋里面 公共房屋里面 你能够想象跟刘连雄 大流谈过恋爱的女人 住在公屋吗 没有 二话不说 你跟我吃完两顿饭 我可能送一个三顶的豪宅给你 那所以说 这个男女性别是一个问题 一加上财富权利等等分配 这很麻烦 像韦杰你刚问的问题 假如那个女的 出去工作 男的怎么样 我前一阵子看一个台湾电视 不是很多这种清谈节目吗 有个女明星离婚 然后就哭着上电视 讲 其中一个指控要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说因为过去十年来 都是我在外面赚钱 我老公就没赚钱 就像在家煮煮饭 羊羊鸟鱼 鱼花草这样哭 然后主持人陪人哭 好像他是那个男的好大的罪状 可是你能够想象男女离婚 那个老公在电视面前讲 过去十年都是我赚钱 我老婆没工作 在家里煮酒饭什么 没有啊 不会啊 所以我觉得以后 这个情况是会改变的 希望吧 但我觉得 这个就让我想到 我们之前在讲 这个华为事件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 就是你选择 比如说当家庭主妇 或者是在外面工作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选择是因为 你有其他理由 或者说你想要多陪小孩 或者是 都可以 但最重要的是说 如果你今天不做这个 你还能不能够 回到你原来的位置上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说很多女生 他可能是说 为什么我一定要 扒着这个有钱老公 怎么样 我都扒他十层皮 我都要拿到钱 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 回到这个社会上 去自给自主 他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花钱 他养不起自己 他就必须要说 反正我无论如何 我就先砍你一半 至少我先拿到再输 对对 好可怕 人生 真的没有那么奢侈 可能对他一言 大口味就 弄死他 将家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你个我也不是什么男权 我也不是什么女权 我为什么刚才是说香港有些个八卦媒体 我就看上去就一副 我现在看他们这个嘴脸就是一副奴才像 我说这奴才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观念的奴才 你就是那种 哎呦 这个恨人有赠人无 对吧 这个笑贫不笑娼 就是这么一种观念 可是你没想到 过去中国禅宗有一句话 就要做一个透网金林 就是你要摆脱这个网 你是活泼泼的在自由天地里 没有观念的束缚 女权也是个观念 男权也是个观念 其实我要把我真实的哲学说出来 就有点太黑暗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人生是非常具体的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人都是神圣战场上的战士 讲究的都是趋利避害 过去讲话叫平地抠饼 对面拿贼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对吧 就是说 你说有真正被观念 这个捆绑做奴隶的这个人 我觉得活得太 怎么说呢 狭矮了 我觉得有点笨 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 就说你你活一个 你你你决定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现在我跟这个男的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甭管以前以后理想如何 咱就得依据这现实的问题 对吧 我能弄点钱 那是我的本事 合法吗 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不要论断别人 你不知道别人的具体情况 这些男权女权的书我们都看过 要讲漂亮话我们都会讲 可是就像江辉说的一样 来个小甜甜会来一个伟杰哪天发了 是吧 弄我当一面手 到最后你这最后到分钱的时候了 我说不行 我要有独立人格 虽然我伺候了你一辈子 一分钱我也不要 我装这大个的干嘛呀 我伺候你一辈子 我弄点是试点之后咱再反省 对吧 对那个你说的太对了 每一个生命是具体的 而且你论断的时候 总是忽略了你不知道 而更可怕是说 你不知道自己忽略了什么 因为你没有面对过那种情况 比方说讲到男人有钱 我替一些有钱男人辩护 我看我有一些有钱女性朋友 但老公非常有钱 那我听很多论断的说 你一定是为了他有钱 才爱他 甚至很难听的 你长期好像伺候人家要钱的 我说我的天啊 你们不认识他老公而已 我认识他们老公聊天什么 那种魅力 他们凭那种魅力 一讲话对于世界的理解 对于财务的处理的细心 对于世界观的掌握 本身就是魅力 他爱的 难道我说我只爱你的财 财华的财 你的钱我一分钱不要 干嘛啦没有必要啊 没有魅力啊 你跟那个有钱老公在谈什么 我下个礼拜想收购尖沙嘴到这大楼 那我们应该改什么名字好了 哇那个都过瘾啊 而与其难道你会跟一个人 也好了生活的温馨 跟你讲 宝贝我们晚上去那家餐厅好不好 九点后吃火锅 有八五折啊 我们讨论这个 当然有它的趣味 可是相比之下不够过瘾 所以不要因为人家有钱 然后就去那个往下判断 对我觉得有钱 不必要有那个仇富心态 我觉得是一个心态问题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就是走到很好 两个人终于走到一起结婚 然后一起养小孩 共同经营的公司 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 有时候是自己的心态 太过于嫉妒了 嫉妒 我觉得有时候是媒体 或是一般人 不管是人家的情况 你们都要不过瘾 我是你的 我 是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